主席還有我們行政院的官員以及我們委員 大家午安大家好 主席我有請那個老委會的主委 有請王主委 這位很好 主委 剛好有委員問到說那個我們 陽華光電那個來這邊的話 然後你辯解說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大陸老公來台灣沒有薪水 都是由大陸公司這一部分這一部分支付的是不是這樣 台灣沒有薪水的部分都沒有支付嗎 薪水的部分沒有 那這個細節部分我是不是請移民署可以做報告 薪水的部分我們有勞資雙方基本上都說沒有薪水的部分 那您先來報告一下移民署先來幫謝署長先來報告一下 報告委員根據我們去聯合查查結果 對於這個薪資的部分的確台灣這邊並沒有支付 但是有支付是參費 每周是900塊 只有這樣嗎 是 那我據我所知道的這樣的那個資料 他是問題是陽華光電他要轉投資 他轉投資那個貝里斯 貝里斯在轉那個葉蘭那個陽華在在做這樣的轉投資 然後再用從那個葉蘭陽華再轉到雲萊來 好 那雲萊科技工業再來轉那個有微光電就在那個廣州 那這個部分的話他的錢是由那個有微這部分支付的 所以這樣的話你說大那個大陸人士的那個 他每一每個月在我們台灣所領的那個薪資 專業人士在這一部分的話新日是由陽華光電 從大陸廠有微光電 這樣支付的 那這樣算不算是在台灣領的 在台灣實際上他是由陽華光電支付薪水 而且他的主管發給主管還發給美名陸老 5000元有這樣的那個狀況嗎 報告委員就剛才最後那個發給5000元這個我們是沒有聽到 好那至於說這個薪資是從 國外廠支付等等 這個部分 算不算是薪資 我想我們 不能確定 那我們這邊所查的是沒有 那我就在這裡正式的提供給你 那你那個 那個謝署長你在做這一個部分的那個調查的時候 你一併就把他那個 那個調查在內 好 那吳知新知名 那有知新知識 那那這個區塊的話 你看怎麼去把他那個 把他了解清楚 那一併以後跟我們這個委員會我們一起來做那個探討 好不好 謝謝委員提供 好謝謝謝署長 那還有 那剛在修那個謝署長 在剛說你在12月15號這個那個要修我們大陸地基人來 從事的這個區塊 12月15號 你要來做這樣的那個 啊 那個 把他修好 你剛那個次長有說一個月嘛 齁 那一個月的話你在這個部分的話你針對 這個來 來台的這個 你要規範 是只有白領才可以過來的喔 不是勞工可以過來的 一定要把他確實 務實把他規範好 來送給我們 那個 立法院來做審查 好不好 報委員那個部分是 許可辦法 那我們 還是會把委員剛才的意見 還有好多位委員意見 我們都會一起納入在那邊做 討論 但是這個辦法應該是不用受到 大議員來 那你剛才許可辦法一直強調就是 那我們 委員就不需要在 跟你們做那個 審查的工作 只是 被查的工作 那我們正式來提個案 齁 那可以接受我們委員來做 正式的那個 審查的工作 好不好 好 謝謝我們那個 謝署長 那主委 剛早上那個我們 我那個 委員有問到 那實際的人士 那我看你們整個那個人士 你跟進你的那個 那個 業務報告的這個區塊 你在95年有5569人96 有4500一個人 97年有434 98年 3609 99年 3624 有這樣的人士 那早上有委員提到說有17萬人士 那針對這個17萬人士 剛好是那個會議質詢 那你沒辦法來做解釋 那你針對這個委員在質詢17萬人士的這個區塊 是有商務的 或者又是有來那個 參訪的 那你針對這個問題 把它解釋清楚 是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到 98年的部分有155172 然後99年到 到我查到的8月31號的資料為止是138,895 那這是大陸地區商務跟專業的人士進入台灣地區 Total的整個 總人數 那我舉了一個例子來說 因為現在兩岸的關係 比較熱絡嘛 我只是舉 裡面的 專業人士到台灣來參訪 在勞委會職掌範圍之內 我們核准的部分就是 兩岸的工會 護房 有算是專業人士進入台灣的人數裡面的一環 那麼 兩岸的工會的護房的人數啊 從以前 一年啊 只有720人 那麼今年到現在為止就已經有2000多人 所以其實已經變成三倍 三倍 所以我的意思是指說 這些專業人士進到台灣來 就有像我們這一種 兩岸的工會的護房 那麼因為現在目前兩岸的 關係 民間的往來 尤其非常的熱絡 那麼 我們的工會去那邊參訪 他們的工會進到台灣這個地方來 參訪 讓他們看到台灣的民主自由的發展 那麼對 台灣跟兩岸關係將來的影響 基本上也是一個正面的方向 所以 有可能因為這樣的因素 以至於造成 我們入境的人數 那麼慢慢從 95年的4萬多 96年的5萬多 97年的7萬多 然後慢慢變成比較多 那這是 兩岸互動 熱絡之後 所造成的一個自然的結果 並不是代表 把這些人全部都到台灣來 工作 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你要把它解釋清楚 那個是一個富房的 那再來我再請教那個 主委 那我們現在目前的話 整個外勞在 看護的總數 總共有18萬人 那除了機構聘請之外 那這個看護的所有人是18萬18萬人次 只有那個機構聘請之聘請的人 那其他的就是有直接引進到家庭 是 那我不曉得 那我不曉得那個機構在這個部分的話 機構 那個占18萬人次 裡面占機構 人次的話 不曉得占了多少 多少個人 人數 是跟委員報告 那個看護機構裡面的看護工 有九萬 九千三百一十 46人 所以 差不多9千多人 5%左右 那差不多就1萬人左右嘛 對 那17萬人次就是都直接引進到家庭來 是 那如果說在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 專業機構就有那個 專業機構在考核 這些人的篩選嘛 那17萬人次的話 都是引進到我們一般的家庭來 對不對 那引進到一般家庭來的話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的話 那品質的良幼 那我們又沒辦法 那家庭的話在這邊篩選的那個品質 這樣那就良幼不起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不曉得那個 老委會在這個部分有沒有幫我們做一個 比較好的保觀 不然民眾的話 他一申請的話 他必須透過幾個月的不舒服 那他在在這個 在來這裡照顧的時候 那麼我們遇到 那不合的話 那我們再忍受這幾個月的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 才再請仲介來做跟我們做更換 篩選人 那重新來做那個 胎飯的那個工作 這是不是對我們那個家庭跟這樣的話 跟仲介這樣 有時候都會引起很大的那個糾紛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有沒有辦法說 幫他們解決一個比較好的那個 過程 我是不是請我們局長跟您說明 好 局長來 謝謝委員關切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 委員剛剛關切就是說 我們這些家庭開放工 來的時候這個品質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現在目前呢 是透過跟 輸入國 這幾個來源國 印尼是很多 越南當然也有一部分 像泰國等等 我們就要求他們呢 在輸入到台灣之前呢 必須要按照我們所提供的 這個我們要求的一個品質呢 一定小時數的一個 的訓練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完成這個訓練呢 拿到適當的一個合格的證明以後呢 才可以到台灣來 那這部分當然是 目前呢 我們在積極 實際上也在執行 那我們希望說 以後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的要求呢 能夠更 能夠加強來執行 那大部分的國家也都願意來配合 那另外我們最近也在 盡力的 因為主委政策認為說 我們要加強 職聘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職聘的部分呢 我們也在這方面加強 就透過我們 將來讓我們的雇主呢 能夠直接聘雇 也就是我們在建立一個選工的計劃 這個選工計劃建立以後 包括這一個 外籍看官要台灣來他所受過的訓練 他對於華語文的了解等等的 這個部分呢 在將來都會設計在裡面 讓我們的雇主能夠取到 那就直接到我們老委會來這邊做 直接的那個聘請的工作 還是要經過那個移民署這樣的 一取的那個分工合作來做篩選呢 對我們也蠻謝謝移民署 還有其他部會呢 在這邊大家都是通力合作 那再過多久的時間可以允許這樣做 我們現在就有關於訓練品的部分 我們已經提出要求了 實際上也已經開始在做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做得更好 更落實 那至於說 直接聘雇的部分呢 現在這整個系統呢 都在建制 所以我們在明年的大概 四五月就可以 適量這樣的一個計劃 四五月就可以 民眾就可以享有 這個這樣的那個 一個比較 那個優 比較從那個優的 那個選擇的方式 這樣 那主委我再來請 那個請教主委 那因為我們的人口一直在那個老年社會一直在那個 在那個成長 那針對這個看護需求的這個部分 好像民眾一直都要在提高的那個狀況 這個中間 因為我們本牢的看護工 老實講 一般民眾家庭老實講 真的是負擔不起這樣的那個 費用 所以在這個部分 那我們在想要針對這個外勞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去 當我們本 本國勞工跟那個外勞的 的這個區塊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也可以 減低我們 那個就業的那個失業力 啊那也可以來提升說 平衡這個整個 民眾的需求 我不曉得那個 主委在這個部分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那個 保障我們本國勞工 啊這樣的一個工作機會 對不對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平衡機制來去做一個那個建議呢 是根本報告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有一個長照制度的建構 衛生署已經在談了 那麼 所謂的這個老齡化然後需要更多的照顧人員的這一塊 基本上本國勞工其實也可以提供這樣的服務跟協助 那整個長照制度的發展 包括長照保險的規劃 那麼有一些東西用保險來支付 所以問題是那個長照這個區塊 這個已經在處理 長照這個區塊可能還要再過幾年的時間 才可以來那個執行 那你在這幾年的時間 老實講真的民眾 真的對這個 這個依賴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大 那在這個部位 你是不是可以 建立 就這個 應急的這個區塊來協助一下 是根本報告 因為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說 它的確是一個兩難的處境 一方面我們要保障本國勞工的工作權 但是我們也知道本國有一些家庭 有這樣的期待跟需求 可是 真正勞委會立場我們能 有關相關的議題啊 我們都提到勞資學政四方 會談裡面的 外勞政策諮詢小組裡面來討論 那麼甚至於有必要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會請 勞資學政 的團體 來開 共同的一個 一個會議 那麼來凝聚一些共識 但是跟委員報告的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開過兩次會 那我自己本身都有 親自去 聽各界的意見跟聲音 那幾乎 大多數的團體 那麼對於現階段 去開放 讓 我不是說要開放 我不是說要開放 我不是說 意思說 來訓練 比如說我們 常照的 機關 常照如果來執行的話 那我們也需要很多 那個人員來協助 那在這個應急的這個 期間 我不是說一定要開放外勞 那我們 我們基於本國的勞工 宴不願意來協助 這個區塊 我的建議是 這樣 是 那我們就 就本國勞工的部分 我們會辦理更多的訓練 然後 希望本國勞工也可以來從事這部分的工作 那主委這個應該是要 積極一點 好不好 好 謝謝 感謝鄭招偉 署長 謝署長 鄭招偉 對你正式提出 那個洋華的 薪資 花旺的來源了齁 就請你要詳細 詳細查查了齁 長照不問 長期照顧錢到現在不丟出來